香港过去三个多月持续发生极端暴力违法事件 日前,德国防港学者兰肖汉因指责大学内示威的学生是恐怖分子 被校方取消访问学者身份 兰肖汉近日接受访问时批评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违法行为 他称,如果在德国着黑衣蒙面参加油行示威,会被视为恐怖分子 从事物理及语言学研究的兰肖汉自2018年开始 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香港理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能操留绿粤语,热爱汉语文化 给了兰肖汉更多深入了解香港社会的机会和兴趣 自今年香港爆发极端暴力违法事件以来,纷争深入校园 兰肖汉原本宁静的科研生活也一去不返 他不满学生将头盔等物资存放在学校 把校园变成他们的基地 更无法忍受学生出处呼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甚至在走廊里面都会喊口号 时代革命都是在学校里面 还有他们是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就是他们的基地 有些教室是没有引用的,放一些头盔 我拍到一个学生说如何放火,如何用火 说火是他们最好的工具 对付警察最好的工具 兰肖汉认为 现实港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利 在港英政府治下并不存在 均是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才获得 于是,他在校园高局反对保护杀人犯的纸牌 支持修订逃犯条例 批评鼓吹暴力的学生为恐怖分子 此举却招致部分学生的投诉 进而他被香港理工大学取消访问学者的身份 因为当时是做一个人连 他们做一个人连 然后我去从地铁站经过理工大学 再去到南洋中心 然后我去那里吃饭 一路走过去都是示威者 叫时代革命 光复香港什么什么 那我就说保护逃犯是罪 保护逃犯是罪 保护逃犯违法都可以等等 然后时不时见到又戴口罩的人 就说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那些都是学生来的 那他们就跟老师说 然后说我怀疑他们 那我我认为他们是 我可以说这个是我的言论自由 但老师会负责我的人说 然后他就会用我走 本身是德国与希腊混血的蓝销汉介绍 在德国也有人从事游行示威活动 但表达的方式都较为和平理性 没有人在游行中蒙面 否则会被大家视为恐怖分子 事实上自1980年代起 德国集会法便规定 在如示威等公众集会中不可掩饰身份 以便警察能够辨认 为者可备处一年监禁 而在丹麦 奥地利 法国 瑞典 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及美国多个州均有类似规定 当记者咨询香港理工大学 要求蓝销汉离开的原因 学校方面仅回复称 蓝销汉先生曾是理大设计学院 其中一个创意项目的校外协作人士 现实与理大并无合约 如今 蓝销汉已暂时离开香港 来港大约一年的时光里 蓝销汉觉得这里风景美丽 他希望暴力可以平息 这座城市早日恢复和谐与安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甚至离得不难不够 提高我你们前途和O砖 了直接墙上和谐一言 帐事室 写写的话 Yiir销汉 好